这个小奥特曼叫小赛罗 因为没带武器挨了打 可万万没想到 到了第二天 小赛罗还是没带 泰罗教官这下发火了 当场对他骂了起来 然后用棍子狠狠打他的屁股 教官想 他这下应该长记性了吧 可奇怪的是发生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赛罗每天都会按时来训练 但就是不带训练用的武器 不管教官怎么打他都没有用 日复一日 小赛罗天天挨揍 每次挨完揍都有余认错 但就是永远都改 渐渐的泰罗教官都麻木了 每天打屁股 似乎都成了习惯 直到两年后 教官无意中发现了小赛罗的秘密 原来小赛罗家里特别穷 在三年前的一次意外中 他的爸爸赛罗奥特曼 和妈妈格力乔奥特曼 都受了重伤 被怪兽封印在了黑暗空间 到现在还没能出来 而为了能养活自己 小赛罗天天要去打好几分工 去工地上帮别人单用管道 去大街上帮人扫街道 不管是刮风下雨 都是如此 周末的时候 他还要去外边帮别人擦皮鞋 你别看他一天天忙得要死 但赚的钱其实很少 只能勉强自己吃饱不饿 所以不是他不想买武器 而是他真的买不起 虽然每天都面对着教官的惩罚 同学们的嘲笑 但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 当我变得强大了 我就要去救出爸爸妈妈 泰罗教官知道真相后 非常的震惊 第二天 小赛罗来到学校训练 同样没有带武器 他主动地站到了教官旁边 准备接受打屁股的惩罚 只是这次和以往不同 泰罗教官非但没有打他 还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他 作为一个勇敢的奥特曼 怎么可以没有趁手的武器呢 教练把小赛罗的故事 告诉我所有人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想要好好训练 希望能帮助小赛罗 救出爸爸妈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自己不绝望 希望的曙光总会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